大家都知道,我们国家那现在说起通信运营商,那么,一定会想到三个,中国移动,中国联通,中国电信三家。 他们可都是国旗里的巨头,也都是家大业大,为自己和国家都赚了不少的钱。 同时为了避免一家独大的情况的发生,国家对他们的扶持力度,也是个有差异的,目的就是不想让任何一家崛起,形成一家垄断的局面。 所以,多年来,中国始终保持着三家共存,三足鼎立的格局,互相牵制。 中国移动,中国联通,中国电信三家的体验感对于用户们来说,也是个不相同的。 首先,他们之中的大哥中国电信,他的地位是难以被动摇的,因为他不仅有着最大规模的电话网,说整个中国都被其脑盖也是一点都不夸张的。 而且,他也是游戏玩家的首选,因为他的基站数量庞大,技术设备也成熟,再加上稳定的信号,其次很多国家们互保诈业谱并选用电信。 移动是从电信中分离出来的,所以他的基站也是不少的。 中国移动在手机通信方面的技术还是很优秀的,甚至可以说是超过了中国电信这个大哥大。 而中国联通呢,相对于前两家就显得稍微逊色了一点,但他在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网络上还是挺优秀的,并且可以和电信一价高低。 最重要的是,联通的价格最低,所以有竞争力,才能得益于电信,移动形成三家抗衡之势。 三家巨头虽然相互竞争,明争暗斗,倒相处,这也算融洽。 然而小编告诉大家,现在又有一位大佬即将也要加入这个行业了,而且三足鼎立的形式,极有可能要被打破了。 这位大佬大家一定都非常的熟悉,他就是我们的广电。 大家一定都非常的不明白,广电怎么会来搞移动通信呢? 他不是搞电视广播的吗? 小编告诉大家,其实广电的能力,还是不容小觑的。 广电在电视网络上一家独大,拥有先见的信号覆盖技术,同样拥有覆盖全国的基站,加上加大业大,资金充足,广电在价格竞争上也毫无畏惧。 电视服务业的衰退和视频网站的兴起,广电的这次行动,可以说是寻谋已久。 广电的加入,让三巨头可能都有点凌慌失措,毕竟广电的实力还是很强硬的,甚至可以说在很多方面,广电都要领先他们许多。 而且三巨头随着这几年的快速发展,之间的差距似乎也越来越小,但是斗争都越来越激烈,所以都有一些疲惫了。 各家已经是在勒紧裤腰,不断地退出活动和女费赠送流量来吸引客户。 相信不久之后,三角秉立的局面将不复存在,通信领域将进行一场洗牌,只有拥有强大实力的运营商,才能笑到最后。 所以小编认为,当前这三家运营商,要赶紧打好自己的基础,趁着工信部下达新规定之际,多给用户们一些福利以及优惠,牢牢地吸引住自己的用户群体,避免将来被淘汰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